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受火星水 究竟面目人結水 作家抽筋大牛 抹不去的記憶 割不斷的相醜 大家好 您現在收看的是美麗鄉村印象 我是主持人依依 用鏡頭去記錄鄉村的喜怒哀樂 用心去聆聽鄉村真實的聲音 在離成都不遠的洪雅縣 有這樣一個隱秘在群山之中的風情村落 那就是位於瓦屋山下雅女湖畔的復興村 傳聞這裡既有古老村落的朴石 又有現代花園的韻味 是鑲嵌在世界第二大桌山瓦屋山下的一顆綠色明珠 在這兒又會遇到怎樣的美麗景色與動人故事呢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走進這座意韻悠長的古村落 我們這一次向川西南而進 來到了位於洪雅縣馬屋山鎮的復興村 相傳 復興村最早的居民為青衣羌人 後來秦王滅楚 強迫楚言王後裔遷徙至此 在這裡 背景離鄉的楚人 與勤勞善良的青衣羌人和睦共處 並相互通婚 組建家庭繁衍生息 由此便形成了獨具槍封楚韻的古老村落 我們到達村子的這前一天 村裡一戶人家正在為新出生的孩子 舉辦滿圓宴 孩子的到來是無比新出生的 村子裡所有在的人 幾乎都前來幫忙 慶賀 復興村共有七個村民小組 194戶人家 人口近800人 不過隨著時代發展 道路的暢通 如今 年輕人也大度外出工作 平常留在村裡的都是老人和小孩 但這並不影響一場喜宴的熱鬧 依照復興的風俗 宴席有著完整的儀式 宴席一般持續三天 其中第二天是最為隆重熱鬧的時刻 搶風帶 便是在這一天舉行 搶風帶 便是在這一天舉行 搶家就會搬個酒碗 然後連家就會來吃酒碗 就會鬆些 然後最主要的就是有個紅丹的形式 就是說大家搶紅丹 那紅丹的寓意就是 助於寓意娃娃平安健康嘛 但是就是一個月就給娃娃煮一個紅丹 一個月12個月的話就是煮12個 今年想今年的話就有13個月 然後就是13個紅丹 我小的時候也搶 這個就是吐個老人嘛 吐個雞尼嘛 那大家就是 又開了 接著火 專業到場 親娘娘的早就位 一呀咧說咧 吼吼一呀咧說咧 親和 親和呀 親呀好咧早就位 你也也和不完 再也和不完咧早就位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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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上都是想传下来嘛 反正老一辈的话就比较懂这个习俗嘛 像我们年轻的的话就是老一辈说怎么弄 我们年轻的就怎么弄 但是都是跟老传承走嘛 就是说老一辈说 我们要这样要安排一些少子 我们就跟着弄嘛就行了嘛 带宾客来起之后开始宴席 此时美味早已先尝 都是地道的当地特色菜 人影穿梭 忙碌中却分工有序 掌勺的 传菜的 端菜的 大家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酒肉过后 别忙着下席 还有惊喜 如果说之前的迎客仪式 是复兴村宴席上的团队艺术 那么现在的迎客词 就是单人表演 在复兴村 祖辈们传下的传统文化 有很多 就如这迎客 就有很多种 不需要精心准备台本 也不需要绚丽的舞台 张口就出的言语 朴实无华 却满含喜悦 当然 这个角色也不是人人都能顺利 做迎客师傅 不仅要能说会道 还要幽默风趣 就像此时的毛大爷爷 即使八十岁 仍能在兴起时 手舞足蹈 高兴地像个老小孩 在宴席上做这样的表演并没有酬劳 目的只有一个 活跃气氛 让大家讨个吉利 吐个热闹 如果说有什么收获 那就是大家给的热烈掌声 和开怀大笑 而对于毛大爷来说 这也是最好的泄力 吃完饭 几个文化爱好者 仍意犹未尽 相聚在毛大爷家 一起耍起了锣鼓 复兴村耍锣鼓 是楚运枪风的典型代表 也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场 相传 千年前流放过来的楚贵族 利用先进的野炼技术 在王河两岸 大规模开矿炼铜 用铜块打造铜器 来敲打说唱 其王谷李家的悲愤与怀念 这也引起了居住在此的 羌人的共鸣 于是 楚人和羌人在劳作之余 自编 自演 对唱山歌 他们根据山 水 动物之音 编写曲牌 逐步发展成为一部 民间交响乐 耍锣鼓 当地又称之为 打响器 这响器是包括结婚 有时候从山上山要打 就是平常有节气就得打 那歌呢它叫打响器 打花灯响器 唱花灯歌 就打这种响器 别小瞧这门艺术 复兴耍锣鼓的打法自身一派 与全国各地的锣鼓打法都不同 开始时 以帽子 即过门吊子开头 其帽子贯穿整个打击月之中 每打一个牌子结束后 又以帽子开始 才能接着打出第二个牌子 其中 鼓师是灵魂人物 罗 波 马罗 在打击时都要看鼓师的手势 颇有几分暗语的味道 由于年事已高 对于这门手艺的传承 成了毛大爷心里的头等大事 会唱吗 死的死了 死的死穿了 还有唱得了 那又害怕笑 你说 那台长的就唱那么大字 土地呀 你才是只得挤个打得来 不好打 那不爱好的 他打就挤不得 打得来就不爱叫 要挤得再打得去 还要挤得输 再打得再搞你 稍微没几八十 大家都差二里 今天这场临时兴起的场子 便主要是为了陪小徒弟练习 毛大爷选择徒弟的标准很明确 爱好和愿意学 只要有这两点 老人便愿意亲郎相守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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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九代湖山里面煮 净度还是很快 煮的净度 除了耍锣鼓 毛大爷还是个唱山歌的高手 复兴村是瓦屋山山歌的代表地 这里的山歌被称为 楚腔人 人鼓的遗音 山歌内容丰富 唱法独特 低沉婉转的曲调带着哭腔 让人闻声悲悯 据说 这是因为背景异乡的楚人 太过思念家乡 不管是宴席上的助兴表演 还是教人耍锣鼓 唱山歌 这些都没有报酬 还要耗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做的是赔本生意 但在复兴村很多人却乐在其中 从地理位置而言 复兴村属于洪雅县西南部的偏远山区 四周皆是郁郁苍苍的林木 村民覆盖 村民覆盖率高达95%以上 是名副起始的林中古村 在网雾山为对外开放前 这里鲜少有人进入 村民也很少外出 这些传统文化自然也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文艺队长张富君就不能去继续吃酒了 天下了雨 他得去山里查看蜜蜂情况 古人云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身居山林的复兴人 足足辈辈都深知山林中的秘密 为了获得最好的山花药蜜 复兴村的蜂房大度安放在山林之中 蜂农们有时需要徒步走上几公里 去查看蜜蜂情况 冬季对于养蜂人来说不是一个好事件 山里花已凋零 蜜蜂们缺少食物 需要主人细心喂养 冬季天气严寒 还要防止蜜蜂冻死冻伤 就给这里扛粒子 扛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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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丰对于复兴村人来说 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技术 过去 这里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自己的风场 路途虽然艰辛遥远 好在山中总是充满着收获 养好的生态 丰富的植被 也滋养出很多美食和药材 每一次去看风的路上 也是张富君挖野菜 产药材的好设计 沙山的鱼材种的就多 有朵耳根 有这么秋彩的那个沙炉菜 还有一种沙油菜 就是落酒 沙泡菜 荷菜 种类多 这个乳菜就从流沙漆 还有一身铁嘛 现在我们基本就是吃啥 吃水嘛 你到了时候没有出去打工 你就在农历里沙油菜 铁就稍微热乎点了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这是复兴村人与大自然的默契约定 也是世代传承的生活智慧 用勤劳的双手就一定能换回丰厚的收获 这也是为何千百年来 这里仍能保持一种守望一方净土 与世无争的风景 持续了三天的满月宴结束了 前来帮忙的人们停止了忙碌 围坐在火堆旁探天 奶奶从屋子里抱出了小孙女 这是她与大家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洗烟过后 热闹散去 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年纪 山谷中响起的歌声显得越发清晰 好听 风俗是满满的仪式感 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也是十里八乡 亲戚朋友相聚的契机 更是一种相互沟通的活动 日复一日 热闹和宁静的更替 千百年来 萦绕着瓦屋山下的村镇 靠山吃山 这一方土地对村民们无私的馈赠 传承着人与自然共处的和谐篇章 感谢收看今天的美丽乡尊印象 我们下期见